全力的游戏一旦开始 玩家肯定没有中途退出的机会 你只能一直玩下去 直到胜利或者死亡 对这一点 专严章比他对手更加清楚的认识 御洋湖一战 专严章以少胜多 打了个漂亮仗 陈有亮眼睛中了一间 最后他的老窝 他的儿子都被专严章端掉了 这不可一世的萧雄 为他自己的轻敌和不义 最终付出了代价 搞定了陈有亮之后 周安璋的目光 自然放到另一个对手身上 谁呢 张世成 张世成这个汉汉 在周安璋跟陈有亮 打着你死我活的时候 他还抱着坐伤观虎斗的心态 恨不得捡个大漏 但是周安璋擦了擦手上 却意味深长的 看着占据江浙鱼米之乡 当时富特流的张世成 对于周安璋来说呢 是邻居有亮我有枪 邻居就是我粮仓 张世成 怎么一步一步成为周安璋的粮仓呢 我们这一集就开始讲 我们上一集说到呢 这个朱元璋和陈有亮 还双方波扬湖激战 最最关键的时刻 陈有亮呢 竟然中箭了 那中的这一箭 死没死呢 当然死了 那只箭是从这个 陈有亮的眼睛里面射进去的 所以说即使当时旁边有一个 现在的外科大夫弄着机器 也救不活的 周安璋手下军事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大呼喜悦 高兴都跳起来了 斗志昂扬 激战当中呢 而且还把这个陈有亮的 所谓太子陈善剑给豁捉了 不久呢 这个汉军的篇章 什么陈荣啊 什么那些人 就率领水军五万多人 就直接投降了 陈有亮手下大将张定边 见势不妙 赶紧趁着天黑 用小船把陈有亮的尸体 和他另外一个小儿子 叫陈李的 一块儿弄到船上 奔魂武昌 回到武昌之后呢 张定边就和他 残余那些势力吧 拥立这个小孩子 陈李为皇帝 改元得寿 到了这个地步 这个陈有亮政权 是能够咸鱼翻身吗 你看波阳湖大战之后啊 专张 得马上就到金陵 回去休整了 不久呢 他又自己率领大军 亲征武昌 在城下安排了 这个围城的这个事宜之后呢 老朱马上要分兵 进击汉阳啊 德安那些州郡 湖北那些郡县呢 当时是不战而强 眼见形势大好 专张呢 留下他自己手下的大将 继续围城 自己呢 率领他的亲卫军 返回都城这个金陵 当然了 波阳湖大战胜利之后呢 专张也知道自己 胜得比较侥幸 他当时就对他的谋事 刘姬就说了 我确实不应该亲自去安风 救这个小明王 如果那个时候 陈有亮啊 趁我不在金陵 顺流而下 指导我们的巢穴 你看 当时我进无所成 退无所归 大势去矣 如今呢 你看陈有亮也是天王的 他没有攻金陵 而是呢 他去把这个南昌包围了 等于当时对于他来讲 是夏季 所以说他的灭亡啊 情理之中 你看 于贩子出身的陈有亮 毕竟呢 还真不如仲天娃出身的朱元璋 性格即命运 陈有亮 他当时这种冒险 这种清造 就决定了他失败的这种结局 朱元璋手下的军队呢 禁卫武昌四个多月 武昌城啊 确实非常坚厚 也一直打不下来 那么在公元1364年春天呢 朱元璋又从这个金陵出发 再次亲自到城下临敌指挥 在这期间呢 那个汉军的所谓的丞相吧 这个张碧仙 他从越州啊 率领一部人马来支援武昌 等他这个立足未闻 朱元璋就马上派出手下大将 长玉春忽然之间在道中啊 就在进行拦截攻戏 竟然把这个外号颇张的 这个肖剑给活捉了 张碧仙啊 这个时候也是垂头丧气 他这你想背后人大刀片子 架在自己脖子上啊 他就仰头向城上 对他那个张定边啊 就喊话了 无意至此 事不济矣 胸意肃降为散 城上张定边呢 一看这个时候 也是垂头丧气 本来你想 他先前在不阳湖水山当中啊 重箭百鱼 当时射的跟刺猬似的 幸亏他身上甲肉还行 本来是没有被射穿 没有被射成重伤 没被射死 看到城内城外 城外的这个降将 城内的守将 这个陈有亮从前的手下 这个精气神都不行了 于是呢 专安章就派俘虏的陈有亮的 从前的旧臣 叫罗富仁的 入城劝祥 还表示说什么呢 陈里若来祥 当不失富贵 就说只要是 陈有亮他那小儿子 包括你们这些人 只要是主动投降我 绝对保你们活命 而且呢 还是富贵荣华 罗富仁入得城之后呢 就与这个小主人陈里吧 抱头大哭 张定边呢 也在一旁大哭 于是呢 转天一大清早 陈里 鲜碧肉坛 率领这个张定 不应等人就出城 抵达朱元璋的军门投降 当时这小孩 确实害怕 趴在那浑身发抖 根本就不敢仰视 朱元璋呢 看着也就是一小孩 心里呢 也觉得挺可怜的 亲自啊 走下坐来 把那小孩扶了起来 就握着他的手说 哎这宝贝啊 我不会至罪于你 那次我肯定不会杀你 回到金陵之后呢 朱元璋对着小孩 陈里啊 也给他一个 这个爵位 受他为归德侯 然后呢 又受这个陈有亮 他爸爸 陈善长 伯爵 封陈有亮呢 两个弟弟 也是伯爵 所以明朝建立之后呢 这个陈里 就是慢慢长大了嘛 后来朱元璋也不放心了 就把这个小伙子 远远的迁徙到高丽 命令这个高丽王 对他严加贪管 实际上就是一种 锦衣玉食的囚徒吧 高级的软禁 而且呢 他还把陈有亮的 两个弟弟 也迁往了这个 厨阳也是软禁起来 但这几个人呢 说句实话 命还好 都没有被杀掉 我们现在想一想 陈有亮呢 建号称帝四年 没料想呢 自己的后代子孙 天天到去这个 高丽那边 吃泡菜去了 所以说福兮获兮呢 这个事情还真不好说 朱元璋在亲自到南昌 这个升亲陈礼之前呢 实际上他已经在金陵啊 称王了 称吴王 本来李善成等人 就劝这个朱元璋称帝 但在老朱心中呢 一直记得六年前 那如是诸生对他的规劝 高筑强 广积梁 缓称王 所以说他当时没有着急称帝 他就以自己手中 小明王的兵役啊 自己先任命自己 等于当了王爷了 当时呢 这张世成也称吴王 所以说呢 在短暂的时间内呢 一般的人呢 把那张世成 那张吴称为东吴 朱元璋的这个吴国呢 就称为西吴 所以说 知道明朝历史 一定要知道这段 这个朱元璋 他那个国家还叫吴 当时被称为西吴 富阳湖结战 对于朱元璋来说啊 绝对是他人生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就等于是把取天下最大的一个对手给干掉了 陈有亮给倒死了 为此呢 他当时非常感慨 就对身边将领和谋士们就说 死贼灭 天下不足定也 那么波阳湖这场战役之后呢 朱元璋他自己啊 当时是 我们都说了 他没有马上进攻武昌 对此呢 有人啊 还特别不理解这件事 曾经还对这个 朱元璋就说了 你看敌人现在大败而逃 我们应该猛追穷寇啊 马上把他们消灭掉啊 为什么不步步紧逼呢 专张实际上还挺懂兵法的 他就对劝他 马上把这个武昌 攻灭的那些人就说了 穷寇莫追 你看 这时候汉军已经是死路一条了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逼得紧 他们肯定会玩命 做困兽之斗 我们现在把他放过去 这些人回到武昌之后 肯定是垂头丧气 斗志全消 到时候我们大兵压境 武昌城啊 肯定啊 就很容易就攻克了 日后的事实证明呢 专张呢 他的这个料想 全部正确 由此可见 波阳湖大战 就使得这个专张啊 消除了他自己 通往地业道路上的 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我们很多观众看到这儿 确实是有疑问 相比的陈友亮 你是说无论势力范围 还是军事力量 当时专张的远远不如 这个老陈 为什么 最终他能够一步一步的 走向胜利了呢 而且在波阳湖大战当中 把这个陈友亮完全消灭呢 其中原因啊 大概就是这么几个 第一呢 陈友亮这个人 人品确实不好 你看他本来是 徐寿辉的臣子 结果呢 耍阴谋 把老上司给杀了 他自己称帝 以下事上 众人皆知 而且他还迫不及 带着称帝 也是犯了当时的大忌 第二呢 陈友亮手下能人不多 我们就可以发现 你看在关键时刻 真正能给他拼命的 只有什么张定边 那几个人 没多少人 真正被他卖命 第三呢 就专张啊 虽然是军事实力 当时不如陈友亮 但他手下有大量的谋臣 文士 给他出谋划策 而且勇将呢 也是对他誓死效忠 相比之下 陈友亮的水军和大船 虽然当时 占据巨大的军事优势 但这个人不得人心 手下呢 又不为他拼死力 最终呢 得是还是打不过 打不赢 朱元璋 湖阳湖大战之后呢 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一直在南昌 浴血奋战85天的 专张的那个侄子朱文正 这小伙子 很快就被这朝中的暗插使 叫李清兵的 给合奏 说他什么呢 娇齿绝望 这个绝望啊 这古汉语啊 什么意思就是不满意 心怀愿望 并说呢 这个人有意志 一句之下呢 专张 将亲自率领水师 到南昌城下 来查看虚实 专政你想 那专张侄子 看到叔叔亲自前来 马上是皇害出迎 又害怕是又惊 马上他就遭到逮捕 押回金陵城 老朱当时想把他杀了 拿这个亲侄子 开刀立法 幸亏专张啊 他的妻子 马是去解劝 此而只是姓刚而已 还不可能有别的事 由此呢 专张才没有在当时 险诸 他自己的侄子 什么叫险诸啊 就当着广庭大众之下 宣布他罪障 把他弄死 那么根据史书记载呢 专政 免官安治 同城 未及足 也就是说这小伙 押送到同城 监禁之后呢 很快就死了 我们都可以想见 专政的死呢 应该不是什么好死 专张的猜忌性格呢 这个时候已经显不出端倪了 当然了 那位合奏朱恩正 那个陈下李清兵 也没活多久 很快呢 以他事扶朱 就专张啊 找了一个理由 要把这个人给杀了 应该是老朱把这侄子杀掉之后 可能又后悔 又追恨这李清兵 把他也给杀了 专政死的时候呢 他的儿子猪手牵才四岁 老朱呢 当时就摸着小孩的脑袋 还安慰他 宝贝你别怕 你爸爸欠家教 让我不高兴了 我不会 因为他的缘故啊 废掉你 因为这个孤儿呢 这个老朱还真拿这个小孩 当儿子看待 把他改名为朱伟 明朝建国之后呢 这个朱首千 后来叫朱伟了 就被封为靖江王 他世世代代都在桂林 那个重要的地方 作为政府 作为当地的王爷 我们再说回朱元璋 那么在波阳湖大战 这场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呢 当时陈友亮啊 曾经写信给张世成 表示说什么呢 我们这次出血本 就要跟这个朱元璋拼命了 希望呢 你也出兵 我们两面夹击 就把朱元璋彻底打败 然后咱们再共分天下 接到陈友亮的信之后 这张世成到底什么作为呢 由此为眼子 接下来我们就仔细讲一讲张世成这个人 张世成小字九四 张九四 他是泰州人 这个人年轻时代啊 他就是在当地演场啊 是干那种记账啊 什么这类的杂柴时 那肯定是时文断字 但是他非常能损公肥私 凭借他自己的关系 就让他三个弟弟啊 这个当时啊 就是等于是参与这个 弄着船去卖盐 卖私盐这样的营生 主要是走私言 他当时的所作所为呢 性质和现在你比如说城管当中 这个临时工小头目 让自己亲戚 开什么歌舞厅啊 按脚房啊 反正当时他能照顾嘛 就跟这个性质差不多 不算什么大奸大恶 当然了 你说他有职业道德是肯定没有 在元朝末年情况下 他这种事儿很稀疏平常 当然了 盐铁我们要知道 在封建社会 一直是国家盐管的专卖产品 因此呢 这歌儿就赚了好多钱 手中有的钱呢 张世成自然就是轻财好施 这人不是财迷 他就特别像水浒传中的 吉时宇宋江 赢得当地老百姓 包括那些小官吏什么的 赢得这些人的欢欣 从人品上讲呢 张世成这个人 是圆末群雄当中 数一数二的好人 你看他性格不阴险 能容忍 而且礼带读书人 但我们要知道 在乱世大伪之事 既然你没有那种杀妻灭子 这种狠 这种气魄 你根本就做不到 最后胜利的那一个人 你就等不到那一天 虽然说卖盐挣了不少钱 但张世兄弟 你想他在寿州附近 那些大富大贵 那些土豪卖盐的时候 也是广受欺凌 不少那些大户还欠钱不还 你想他的地位当时很低 加上当时延长有一个公首 就是当地的保安吧 叫邱毅的 身高力大 没事就欺负对张世成 惹得张世兄弟杀心顿起 恰巧呢 当时天下已经乱了 于是呢 他们便在元顺帝 治政13年 就公元1353年 夏天 忽然就起事了 当时这一伙人啊 算上张世成和他三个弟弟 包括还有一个叫李伯生的好汉 一共才18个人 那么他们起事的时候呢 根本就没有什么远大理想 就是想杀人泄愤 想趁机呢 还搞点事 就这十来号人 他们就冲进延厂 当时就把那个公首 就那保安 邱毅乱刀剁死了 然后呢 把延厂附近那些几个富豪家族 全都灭了 放火烧掉了不少大战院 因为当时这个延厂的工作 特别辛苦 我们想晒延那活儿 那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所以延厂的这些工人苦大仇深 现在一看 张世成带头挑事 愤愤报名加入 然后呢 推这个张世成为头目 一百多人就聚在一块 一下就把当时啊 那泰州给攻克了 接着呢 又攻占了新华 占领重镇高游 就出咸鸭蛋的地方 眼看自己的胜利如此容易 张世成就自立为城王 国号大洲 马上就开始称王称帝过眼了 转年呢 你想对张世成树大招风啊 他都称王了 大元成丞相托托 亲自率领百万大军来攻 当时把高游城啊 围的是水泻不通 这个时候张世成呢 说句话 叫天不灵 忽地不应 毁的肠子都轻 连扇自己大嘴巴 就怪自己也太招摇了 更惨的是啊 当时他想投降都不行 为什么呢 元成大丞相托托 铁定了心 对外就号称 我们军队攻下高游之后 把当地无论是兵还是民 屠杀殆尽 以此呢 才能在江南立威 你看 人算不如天算 这个托托呢 虽然贵为元朝的丞相 但不久就招到朝中啊 和他这个不合的那一派 所谓的奸臣吧 算计 元顺利一旨赵书 就把脱脱啊 解职 压往吐坡了 半道又赌酒 把他给堵死了 至于他先前率领 那个所谓的百万大军 你想啊 头都走了 一时星散 群龙无首了 由此呢 被围困多日的张世成啊 终于能逃出升天 率领手下一股人马 逃出高游 就等于当流寇去了 毕竟当时元朝是天下打乱 四处都有这个 这个造反的 起义的这个团队 于是呢 张世成很快就能东山再起 迅速占领了江南最富庶的 长熟平江这两个重镇 平江什么地方 平江就是今天的苏州 梁仓啊 又是大一层 大钱层 真正的大富大贵之地 而后呢 张世成 势力发展特别迅速 你想他有钱啊 有人了 什么湖州 杭州 朱全 朱全就是今天朱继 绍兴啊 宜兴啊 长州 高游 淮安 徐州 宿州 四州 就是 等于就是 包括这个 朱元璋的老家 豪州 全都被他占领 而且这张世成 元朝的关系呢 也挺亲近的 不像说 怎么想象的 这个 他是元朝的贼寇 元朝一定要把他灭了 不是 启示当年啊 实际上他就接受朝廷的招安了 还弄了个官做 但当这个元朝朝廷啊 命令他出兵啊 去打豪州等地那些红金军的时候呢 他怕吃亏 一直推脱不去 不仅不去 他竟直率领兵马呢 占了高游 你看当起自封的王爷了 我们先前也讲过 等到那个托托丞相 率领大军百万来攻 这个张世成啊 确实差点被捉住之后 遂寡凌迟 你看 时来运转之后 托托 军队兴散了 托托本人被压王吐坡的 这个途中死了 他自己呢 张世成时来运转了 他就改平江 为龙平郡 又开洪文馆 朝贤纳士 等于是提前啊 当干起这种 所谓贤德帝王的营生 再后来呢 张世成啊 又受到元朝手下 那个苗军 杨丸者内部啊 军队的打击 而且朱元璋呢 也对他不断进行 这个等于是禁逼吧 他又接受元朝 江浙行省 又丞相达什帖木尔 他的劝告 这达什帖木尔 等于是一直 就是重新招安他 等于他再次投降元朝了 而且当起大元朝的太位来了 拉虎皮 做大旗 老张呢 他在几年期间呢 得是拓地两千余里 他为什么 势力能这么发展的快呢 就是因为他这阵 对外号称是元朝的人嘛 元朝的军队也不打他了 所以说他就 有这个时间 有这个力量 开始到处 开疆拓动 北域江淮 西至豪寺 东达至海 南连江浙 绝对江南一胜国 再往后呢 张世成毕竟 他要当真王爷啊 元朝又不答应 就给封你当太位 行啊 封你当王 这个先例不好起 于是这个老张 就自立为吴王 和元朝基本的 就闹歪了 而且这个连粮食啊 也不往大都运了 从前的投降之后 没事还往大都 运粮 孝敬了元顺帝 那么朱元璋和张世成 他们之间的冲突呢 开始于治政十六年 就公元一三五六年 本来相赴朱元璋的 这个黄包军啊 这一队军队这个头目呢 他叫陈宝二的 忽然捣狗了 那也是逮捕着朱元璋 派来的将领 向张世成投降 我们要知道的 黄包军啊 不是拉黄包车的那些工人 因为他们这个脑袋上 带着黄色的头帕 所以当时称为黄包军 专张呢 当时正在忙于西县着战 岂先他还不敢 和这个张世成啊 这个闹翻 硬拼 派人还给他送去一封信 以伪肖称雄的字眼呢 实际上是奉承张世成 希望咱俩家呢 就木声边信 咱俩家别打 张世成呢 手下不少文人啊 他自己也读过书啊 就挺恨朱元璋 信中以伪肖来比你自己 如此一来 我是伪肖 你朱元璋不就是 汉光武帝留秀了吗 你看就是因为 张世成懂文化 他就把这个老朱的 使臣扣押了 我也不让你回去了 等于就不同意 和朱元璋讲和 于是呢 朱元璋就派大将徐达 进攻长州 张世成呢 就派他弟弟张九六 支援过来了 徐达呢 设下埋伏 就把这个张九六 这原汉将给活捉了 听到这个消息 张世成气得不轻 不久呢 什么华云龙啊 这些大将吧 又是在这个旧馆一带 大败张世成另外一个弟弟 张世新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看这朱元璋和张世成 他们之间的争斗 那怎么样发展下去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明代的冷铺 到底是什么设施 我们看这个明代的史书 或者是明代文人的笔记呢 就知道在明朝啊 城市当中啊 有一种机构 或一种设施呢 叫冷铺 大伙不要误会 绝对不是说卖冰棍 卖冷眼的地方 什么叫冷铺呢 实际上呢 它是一种居所 那么住在冷铺里的人呢 实际上就是明代城市当中 最底层的人 城市贫民当中的 最贫寒者 我们如果看金平梅词画 第九十三回 讲那陈经济 就是西门庆他那女婿 后来穷了嘛 交不起房钱 一贫如洗 于是呢 就站入冷铺内存身 当然了 在金平梅当中啊 作者没有具体描写 冷铺内中的设备 但是呢 我们可以借助其他的史籍 得到大致的情况 比如明朝有个文人 叫谢赵浙的 他写过一本笔记 叫五杂祖 对明朝城市当中 这类冷铺呢 就记载的特别清楚 京师被起而为花子 不知何取义 严寒之夜 无妨有铺居之 内积草结 及禽兽绒毛 严每夜 需纳一钱与守者 否则冻死瘾 我们想一想 这些简陋的 这个类似于 这个收纳流浪汉的地方 你想就铺上一些 解草啊 然后弄一些瘦毛啊 什么禽毛啊 在里头 所以说呢 寒冷的冬夜 那些这个要饭花子啊 或者什么特贫寒的人 在这个铺上睡一觉 确实呢 能避免动恶而死 虽然说叫铺 但从本质上说呢 这冷铺的铺呢 也是属于明朝的 这种国家驿战的 这种编制之一 有些人可能会问 这个金平梅写的 是宋朝的事啊 您怎么跟明朝混了 实际上呢 因为这个金平梅 是明朝人写的 他好多的事啊 实际上写的就是明朝 梅艺说中国史 下期见 袁末呢 周安璋的对手 张世成呢 他是江苏严城大方人 虽然说这个人 是靠杀人启示 但是从他的战斗立场上看 这老张还是挺爱和平 能抄手绝不动手 特别符合 怎么现在啊 对这个江浙男性 那种刻板的印象 袁朝招安他 他就归顺 还给袁朝呢 大都上贡粮食 袁朝让他打仗 他就躲 那么在造反 和被赵安两边呢 是左右横跳 对于整个当时天下的形势呢 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谋划 小富济安 别人都在玩这个策略游戏 他在玩种田游戏 可能呢 他还觉得自己玩得挺好 既戏弄了朝廷 还拿到了朝廷的好处 不过我们要知道 造反这事儿 最讨厌就是这种骑墙派 尤其是你站着个大粮仓 你还不好好造反 对此呢 周安璋是直呼浪费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那么在周安璋的野心之下 富有的张世成 注定要成为 一块被吞掉的肥肉 我们上一集说到了 张世成和周安璋 双方打仗连遭败机 不得已呢 张世成又为周安璋写信 表示呢 就愿意送周安璋黄金五百两 白银三百斤 包括粮食二十万担 双方养合 这个时候周安璋是得理不饶人 马上写回信 就把这个张世成骂里了 而且呢 要对方一定对自己啊 服输 而且把从前那个黄包军 那些头目什么都够放回来 结果呢 何以不了了之 包围了张世成 军队好多天之后呢 周安璋他手下军队呢 最终把这个长州城又夺回来了 徐达这个人很能打仗 接着呢 顺利攻克了这个长熟 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个老张不得不第二次接受当时元朝政府治安 冤家一劫不一劫 公元1358年春天呢 专张又派他手下大将廖永安 于通海 什么桑世荣等人 然后搭张取谷呢 去讨伐张世成 而且还派出了什么邓丽玉啊 李文忠啊 胡大海这些人 从晖州的啊 这个玉岭关 攻取了张世成的建德路 张世成啊 这个时候就挺生气的 重新呢 派遣重兵 反攻长州长熟 但是呢 都是失败而归 东边损失西边 这年秋天呢 张世成呢 哎 射了一个计 当时他把谁杀了呢 把这个隶属于元朝的苗军元帅杨丸者给杀了 我们要知道杨丸者 这部苗军呢 本来是元朝政府 为了平息江南叛乱 从湖广一带招来的一种少数部族军队 这部苗军呢 一路上是烧杀抢掠 对老百姓啊 是极其惨毒 在当时呢 所有江南一带打仗的军队当中 我们要知道 就论这个军队的纪队性吧 徐寿辉的天安政权呢 纪队算是最好的 往下数呢 依次是刘福通的红金军 张世成军队 专章军队元朝政府金陈有亮军 最差最差的就要属杨丸者率领这支苗军 所以呢 元朝当时的江南行省那个头目 达师帖木儿 他才和张世成呢 暗中约定联手 因为这达师帖木儿也管不了杨丸者 等于是共同联手做掉这个焦横滥杀的这个苗军元帅 张世成杀了杨丸者呢 实际上不仅是为民出汗 为元朝出汗 实际上也是为朱元璋出汗 你杀掉杨丸者 张世成很快就占据了杭州和嘉兴这两个军事要地 日后呢 别的他也不怕 因为杨丸者手下的军队特别能打 由此之后呢 张世成再不把元朝的官员达师帖木儿啊 也不拿他当盘菜了 从前对他也假装挺恭敬 张世成杀了杨丸者之后呢 还挺高兴 正在兴头上 就派兵攻了长州 结果呢 被朱元璋手下大将汤河打败了 顺便呢 又把这一星给丢了 朱元璋手下水师大将廖永安呢 然后成盛进入太湖 深入追击 结果呢 被张世成大将吕珍后过正朝 吕珍也挺能打的 而且把那个廖永安给生擒活捉了 专张一听廖永安被人捉了 当时呢 就说 哎 我手下先前俘罗的 这个你的三千兵马 就是张世成手下的兵马 我换 我就换廖永安一个人 张世成那不搭呀 三千人换一个人都不搭 换谁呢 他提出要拿这个廖永安啊 换回他自己的弟弟张九六 就是张世德了 这个这个小字九六 专章呢 也不答应 他还特别害怕这个张九六啊 乘机啊 什么时候他逃回 到张世成那里 这张九六特别能打仗 于是呢 就对专章先下手为强 他就派人把这张九六直接给杀了 那么专章杀了张九六 等于呢 实际上就和这个张世成完全白开脸了 但是张世成呢 当时也没杀这个廖永安 廖永安这个勇将的后来就病死在这个张世成监狱当中 公元1359年就是元朝治政19年呢 胡大海李文忠啊 周安璋手下这两个大将就攻下张世成的重镇诸记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 张世成马上派领手下将领进攻江淫 但是呢 又被周安璋的大将吴梁打得大败而去 周安璋攻取江淫之后呢 张世成的周师他不敢坐大江而上 而且打了这么多次败仗 张世成也不甘心 就在公元1359年秋天呢 他就派人攻长州 又攻长州 结果又遭到失败 那么公元1360年呢 张世成又派兵攻打筑权这个地方 把当地周安璋手下的将领还给杀了 然后又派出的手下特能打那个大将吕真 入长兴 但是呢 攻长兴遭到了失败 公元1361年呢 周安璋又派他手下的勇将进攻绍兴 结果呢 打不下来 同年冬天 张世成大将李伯生率精兵十多万 又开始进攻长兴 当时是水路并进 但是呢 是先胜后败 最终呢 就被这个周安璋的当时当地的首将叫耿炳文的 还有那大将常玉春呢 这两个人内外夹击 最终也是狼狈 失败而去 对于张世成来讲呢 他在和周安璋的争斗过程当中呢 期间呢 匹基也有小泰来 他也有小胜 公元1362年 就是元朝制政的22年 当时守金华的那个周安璋 手下大将胡大海 忽然死了 怎么死呢 胡大海是被他手下的将领 蒋英和刘震 这二将给杀掉的 蒋留二人呢 本来啊 是那苗军的元帅 阳婉者的部下 张世成那不先前把那阳婉者杀了吗 这两个人就率领一部分军马 向周安璋投降了 胡大海呢就觉得这两个人还特骁勇 然后呢就至于自己的麾下 对他们特别好 这两个人呢 日久思变 到了这个胡大海手下之后 就觉得 周安璋啊 他军队记录太严 受不了 于是呢 又约定了几个先前野投降 这个苗将就准备起事 于是呢 他们就邀请胡大海到这个金华 当时这个所谓的八永楼吧 一个一个名胜的地方 就观看涉奴比赛 胡大海挺高兴的 如约而来 就想视察 这个苗军这些将士们 操弩演兵 视察他们演习 胡大海当时到那个地儿 还没下马了 蒋英就从袖中拿出铁锤 当时就把这个胡大海啊 脑袋给击碎 胡江泵立 而后呢 他们还杀掉胡大海的儿子 胡关柱 包括在金华的 数位的文武官员 叫做周彦璋手下的官员 启示之后呢 几个人也害怕 这地儿不敢呆啊 赶忙派人 又向张世成投降 然后呢 在金华一带呢 大掠去 抢了好多东西 就趁这个乱劲呢 张世成就派他的弟弟张世信 包括他大将吕珍 率十万人马 又把这朱拳给包围了 结果呢 朱元璋在当地的首相谢再兴 和朱元璋的外甥朱恩忠 还挺能打 有设计 最终呢 使那吕珍分兵 又用这个炮虫啊 什么这些火器 对张世成军队进行进攻 最终以少胜多 等于张世信啊 最后也跑了 等于是也没干成 又仓皇而去 张世成和朱恩璋 他们双方在这个攻打的过程当中 互相攻杀的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呢 互有输赢 张世成在有些方面呢 也取得过不俗的成绩 公元1363年呢 张世成呢就派他的大将 吕珍 率十万人马 进攻安逢 而这一战呢 张世成取得了大胜 他把红金军打头领刘福通给杀了 我们要知道这位刘福通啊 你想辛苦了多少年啊 他在元朝末年是一直为朱元璋 反正是除残去汇 张世成呢把刘福通给杀 实际上等于呢 也是为日后这个朱皇帝做事前的这种扫除驱除工作 当时如果这个朱元璋不来救啊 就连小明王韩灵尔也会被张世成的军队给豁捉 因此当时的情势非常紧急 所以刘福通啊实际上是真正的红金军的讨领 但是他被杀了 讲到这里呢 我们还有一点要弄清楚 张世成打刘福通 绝对不是所谓的起义军之间的内讧 因为这两个人根本就不是一派系 当时所谓的江南群雄嘛 分为两大派系 也就是刘福通和徐寿辉的红军系 以及张世成方国珍的非红军系 红军系呢又分东西两派 东派呢名义上就是以小明王韩灵尔 这个为皇帝 实际上呢操盘的是刘福通 什么郭子清啊朱元璋啊 这一支就是属于东派红军系 那么在淮水流域呢 他们是四处闯荡 西派红军军呢包括谁呢 包括徐寿辉 陈有亮 包括这个日后歌剧四川的明玉珍 这些的活动呢 他们的地点主要在汉水流域 这两派红军军之间呢 你甭看他们都属于红军军 平时也是相争的你死我活 所以说呢作为元朝名义上 大官的张世成 他打这个刘福通 你想啊 绝对是天经地义之举 当时刘福通啊 等于是被援军从开封那地方赶出来了 也恰恰因为 当时红军军系统名义上的贡主 那韩林尔那小皇帝从安丰跑到楚州 又被张世成首相大将 磊珍追着他 这个时候朱元璋等于是不得不救 亲自率领徐达 常玉春 这个等大军吧前来救主 最终呢把这个磊珍给击败了 就在那个时候说句实话 朱元璋是显过剃头 如果当时西面的陈友亮 倾国而来顺牛而下 之功金领 老朱的军事势力啊 当时是肯定会玩完的 他巢穴肯定会被当时那陈友亮给拐下来 可惜呢 陈友亮没踩这一招 所以说朱元璋在那个时间段特别难受 你想他父辈受敌 非常煎熬 就在煎熬当中呢 忽然又传来一个特别大的坏消息 朱全首将谢在兴 哎 又向这个张世成叛降了 谢在兴是谁啊 谢在兴啊 还是朱元璋亲侄子朱恩正的岳父 谢在兴之所以叛变 也是因为啊 朱元璋啊 对待这个人啊 太苛刻了 谢在兴呢 从前为了赚钱 他暗中呢 不时派遣的手下军事呢 私带银两 前往张世成所占领的杭州买东西 买回来之后呢 他也是低买高卖 就类似于走私 专章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非常怒 严则谢在兴 而且呢 当时就下令把他召回金陵 委呗别人替代他的职务 此外呢 谢在兴 他的第二个闺女 当时在金陵 老朱呢 也不跟这个老谢打招呼 擅自 就把这个谢家的二姑娘呢 许配给大将许达了 当时这个感觉 就跟分配军需品一样 惹这个老谢 也是非常恼怒 当然 由此也可见 就日后的谢在兴 女婿朱恩正不明不白的死了 也可能是因为朱恩张就恨和尚增级架上 你看你老战不是东西 我也把你带给绊了 谢在兴呢 这个人也深知啊 朱恩张杀人不眨眼 黄聚之余 就杀掉朱恩张委任的支州轮凤 然后呢 率领朱全的守军 赶忙到了绍兴 就向张世成投降 不久呢 他又率领手下 更改辐色的吴军 进攻东亚 幸亏呢 当时这个李文忠 听到消息之后呢 从这个延州 急迟赶到 最终呢 这个朱全方面才得以保全 专张那个时候 确实是挺狼狈的 他干嘛 他在前线指挥军队和陈有亮 这个相对干仗 根本就无瑕东库 公元1364年就元顺帝治政24年秋天 张世成呢 这个时候已经再用不着 元朝的那个行政长官了 因此他就逼迫 元朝江浙行政的长官 就达石贴木儿嘛 就逼这个人自杀了 实际上在前一年呢 九月的张世成已经自称吴王了 这阵所以说 他就不想再得到什么元朝政府的这个承认了 基本上就属于一个独立王国了 不过呢 他的年号方面依旧沿用元朝这个治政年号 我们要知道江浙一带非常富庶 等于是江浙富庶地 竟成温柔乡 你看人在苏杭的张世成 他的不仅他本人 他的手下大将陈子 包括手下军队 从上到下腐化的一塌糊涂 方圆2000多里 假释数十万 又占据天下的富庶之地 这个老张啊 他感觉确实好 特别是他弟弟张九六 活着的时候呢 就那张世德 已经招了不少的这些当地著名的文士 比如说什么高企啊 杨基啊 陈基啊 张宇啊 什么杨维珍这些人 那都是元末的 这鼎鼎大名的这个文人 大才子 这些人呢 从早到晚 都置于这个张世成 包括他弟弟啊 什么的这些人的幕府当中 天天在一块 就是喝酒 作诗 来观看歌迹 这个演奏音乐 张世成呢 和他弟弟张世信一样 就是喜欢招揽文士 招援宾客 而且呢 特大方 像这些文人 默克 他这些幕僚 赠予了特别好多的东西 什么车马呀 什么大房子啊 大别墅啊 什么文文精品啊 但凡远近潦倒的那些文人 雅士 还一听说张爷啊 这么豪爽 争相取之 大伙都过来 都给他们家来当幕府 来当这个宾客 那么根据史书记载 张世成这个人啊 赖持众寡言 似有气量 耳时无远途 实际上呢 他就是一个建好救收这个厚岛人 你想占据了乌中地区之后呢 眼见自己的统治区啊 这个户口殷胜 这位老张呢 就天天的就腐化 待遇正事 他弟弟张世信呢 包括他女婿 叫潘元少 也特别喜欢巨连 就是喜欢连钱 大四搜罗 什么金宝针 什么这些东西 包括什么什么古玩 法书名画 天天就是和一帮文人 在那边赏玩 边喝酒 边玩乐 穷人大夫 我们说句实话 也不是多么反常 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张世成手下的军将 也是腐化至极 根据史书记载 这些军爷们 没有攻占 则称吉 邀官决田宅 然后起 将帅辅治军 所在辟窃乐器 种皆不绝 获大会犹谈之事 昌普促居 皆不以军务为义 即至丧师师弟还 张世成 待至不问 以而复用为将 上下西域 以至于亡 所以张世成这人 确实大度 手下那些将领 打了败仗了 回来他也不治罪 接着还是任命他为 原来那个官职 由此一来呢 得他就没有军纪 相比之下 周安璋就兢兢业业 朝夕不昧 逮谁杀谁 从严治军 连他自己啊 他都说 你看 我无一事不经心 尚被人欺 张九四 终岁不出门理事 岂有不败这乎 更要命的是什么 你看从前陈有亮 还永居一方 那个时候 他邀请张志成 一起来夹击周安璋 老张不出手 如今呢 陈有亮已经败亡了 张志成呢 反倒来了精神 他在公元1365年 就元顺帝之争25年 在年春天 就派出大将李博生 包括了周安璋 先前那叛将谢在兴一起 率马步周师 二十多万 跨域浦江 然后呢 就包围了柱泉下面 这个新城 在新城这个地方呢 又造炉室 建仓库 又设置了什么周县官员 等于就是做持久 避战之际 就一定要把这个 朱泉这个地方 给攻克了 结果呢 当时周安璋的外甥 李文中 包括那大将 朱亮总等人呢 是以少胜多 把东吴军 这张志成军队 杀得丢盔谢家 李博生这些人呢 最后马快 自己的这个命好 等于是仅以身免 基本上那些大军 全都报销了 接下来呢 朱安璋指挥若定 就是派他手下大将 攻克了泰州 过了几个月 又把这个张志成 那个发家之地 高游呢 进行攻打 公元1366年 就元顺帝治政26年呢 朱安璋手下大将 徐达和常玉春 就在怀恩会师了 很快就把这兴话呀 什么这怀地呀 那些地方都给打平了 等于都是纳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到了五月份 专章军队又攻取了 对于专章来讲 特别有象征意义的 龙兴之地 豪州 豪州专章老家 那么根据史书记载 当时这个老朱啊 亲自到了豪州 拜陵墓 验父老 验父老是真 把当地的父老 乡亲们一块喝酒吃饭 这是真的 所谓的拜陵墓 醒陵墓 这个纯水下班 除了他父母的尸体 当时被泥石流 埋在地下 还能知道那个地方 靠山嘛 他一家老小别的人 包括了爷爷奶那什么的 当时都是死了之后 这一捆烂鞋 就埋在浅土的地方了 估计早就被这个野狗给吃了 那么根据明太祖 《十路》记载呢 专章呢 看到自己父母的坟墓 当时也感慨了一番 怎么说呢 五夕微石 自卫终身田野间 亦农民耳 急遭兵乱 错身行武 亦不过为保身之计 不亦今日成此大业 自武去乡里 时有余年 今使得归醒灵 赋予助父老子弟相见 追思囊时 成可感也 你看这段文字 古汉语如果翻译过来 大概这个意思吧 我原来年轻的时候 实际上只是想 我这一辈子终身啊 就是种地的农民 等到各地发生兵乱 我只好呢 投身到这个军队里 去打仗 当时呢 就是为了保全性命 活下去混日子 谁料到今天 还能成就这样的大事业 自从我离开家乡 如今都十多年了 今天呢 才能回到家乡 这个醒拜自己父母的墓地 还能呢 和这个父老相亲 见面这个婚谈 追思往日 确实让人感慨无限 说句实话 专张这个人 虽然非常残暴 但这个人绝对是个孝子 他称帝之后呢 连他自己的生日 都不怎么过 你想本来是举国同庆啊 为什么不过呢 就是怀念他自己的母亲 想当年在一个月内 你想 他的父母和哥哥相继病死 他父亲呢 是四月六号死的 哥哥呢 是四月九号死的 母亲呢 是四月二十二号死的 为此呢 专张日后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就说 一月之间 三丧相继 人生只此 其何以堪 中天之痛 念之网极 这个上述记载 你得真读明太祖实录 才能读得到 所以梅老师那阵读到 这个专张的这段的感慨吧 我也很感慨 那么大胜之下 专张他会一将胜勇 追穷寇嘛 接着打这个张志成嘛 下一集我们接着说 明朝的暖雾 我们现在呢 出行 一般都是走高速 高速呢 都有休息区 在古代 在明朝呢 也有官方设立的休息区 那叫驿站了 而且呢 在明朝啊 有一些驿站 还有特别的称呼 叫什么呢 叫暖铺 反正就是它驿站当中啊 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一种设施吧 这个暖铺呢 一般是专门给那些官员 弄的这些宾馆啊 这个交通换乘站啊 这样的机构 我们一定要强调一下 明朝这个所谓的暖铺 完全是提供给官员用的 老百姓啊 一般不能用这种暖铺 明政府当时官家设立的暖铺 有多少呢 69处 你想它明帝国的这个 将义是非常大的 但是有这种暖铺69处 这些暖铺呢 又负责这个沟通邮传啊 递送公文啊 等等等等吧 包括接待这个外邦使臣 包括官员和官员家属的 这个往来跟暖铺呢 都可以提供方便 明朝这种高级的招待所 就这个暖铺啊 它的这个装潢非常华丽的 比如说有一个左字暖铺 根据当时的史书记载 在宣府长西十里 前有听闻梁绣拱 彩绘焕然 听后有正听五间 梁舞有十间 听南的为中门 中门之外又南舞各三间 前为大门种植花木 红参丛丽 大树其梅约来源 由此可见啊 这个宣府的这块这个暖铺啊 那简直是就骇人心目 完全是特别高级的 六星级宾馆 至于暖铺里面的装修呢 也有这个诗词为证 金花粉玉镜台 装霸妖娆增百倍 除非天上方才有 便是汪家也不如 由此可见这个明朝的官员 出差啊 进入到这种暖铺当中休息 旅途上的跋涉疲劳啊 肯定马上就会烟消云散 当然了 到了明朝晚期 由于官僚制度呢 越来越腐败 社会经济呢 越来越走下暴路 因此暖铺之类的高级驿战 就遭到了非常大的破坏 没一说中国史 我们下期见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 我们下期见 去看看 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如果是个老好人 这公司说句实话就没法继续做大做强 尤其是干造反自立为王这种大生意 个个肯定是要奔着开百年老店去的 稍微一心软就被对手吞并了 与陈小亮相比 专安章还显得忠义得信 但他跟张士诚相比 专安章就变成奸华的变态 你看在江南津津业的专安章 终于要清扫他好原路上最后一块半小石了 张士诚跟专安章交手 败迹居多 你看他招来那么多文化人 也没见有哪个给他出点靠谱的主意的 这帮人就像大公司墙上挂那些名誉顾问 张士诚这个人又用人为亲 重要岗位都是他家人站着 可能这哥们确实亲近多 他不像专安章 一个孤儿出来混 所以说关系多了 在某些时候实际上也是拖来的 那么这个厚道人张士诚 结局又如何呢 这一期好好聊聊 我们上一期说到呢 专安章的部队在江南步步为营 打得张士诚的军队连连败退 大好行事之下呢 专安章集团内部啊 实际上还有不少人 对张士诚的这个势力啊 也是高估 文臣之首当时这个李擅长 他就表示 张士诚呢 其势随旅驱 而兵力未衰 朴卧民富 多多积蓄 孔南猝拔 但是专安章手下的大将 徐达 特别知道专安章的心思 他当时就说 张士娇横 抱点奢侈 此天王之时也 其所认娇将如李伯生 吕真之徒 皆卧错不足数 为拥兵将为富贵之御儿 居中用事者 于阔书生 不知打击 臣奉主上威德 率精锐之师 生罪至逃 三无可继日而定 专安章一听徐达如此说 大喜 马上命令徐达 率领大军人马 初师功伐 那么在公元1366年9月呢 专安章就以徐达为大将军 常玉春呢 为副将军 率领20万大军 精兵啊 集中主力 就要把这个张士成 一举给消灭掉 专章的计策还挺多 他就对这二将说 咱们不要先攻苏州 要直击虎州 使其疲于奔命 羽翼计疲 然后移兵孤苏 取之避矣 你看 作为一方的这个 大军法 在当时 他专章绝对是个 伟大的战略家 所以说他不胜一难 专章手下的二将呢 肯定是一计行事 徐达呢 就率领这个手下的将领 从龙江出发 同时呢 派出那李文忠啊 率领之军马 奔往杭州 化云龙奔往嘉兴 派出这两支军队啊 就是为了牵制张士成的兵力 那些人 平时非常骁勇 这些将领呢 皆被这个 朱安璋手下军队打得大败 都投降了 投降了多少人呢 六万精兵 等于这一下子 就卸了张士成手下 一条大胳膊 而当时在胡州城中 坚守的张士成 所谓的他手下的大官司空 叫李博生的 本来想自杀勋国的 结果左右啊 一帮人把他抱住了 千万别死 您死了 我们也得死 不得已 他最终也向朱安璋投降了 那么到了这年年底呢 在朱亮祖大军的逼迫下 杭州的首将谢武 这个谢武呢 就是朱安璋手下 叛将谢在兴他弟弟 也被迫 把城门打开投降了 由此一来呢 东吴左右避网 全部都失掉了 那么张士成 他的首府平江 也就是苏州 这个时候就成为孤城了 虽然这个时候啊 南面西面北面 都被包围了 但平江啊 就苏州这个地方啊 你想成高又厚 因此朱安璋的军队 一直打了十个月 才把他最终打下来 那么在派出军马 攻打这个张士成的同时呢 朱安璋呢 就派大将廖永中 去迎接那小明王 结果呢 大船开到瓜州 廖永中呢 就进入这个船舱 把这个韩林儿 等于一刀就砍死了 然后呢 他就派人把那船凿沉 毅然回来复命 从此以后呢 朱安璋等于再也不用打 这个龙凤政权的年号了 这个廖永中是谁 他就是先前被张士成 抓住那个廖永安的弟弟 杀掉韩林儿 这事呢 在当时和后世 不少人都认为是 朱安璋指使的 当然也有文人 或者是历史研究者认为呢 这事是廖永中这个人多事 丑表公 就向朱安璋呢 来献媚 当时的朱安璋啊 实际上大可以 给这个韩林儿一个王号 或者把他就是 得当高级囚徒软禁起来 用不着干这种 此地文言三百两的 这种小人的尸体 对于廖永中这个人呢 当时朱安璋还算厚道 他没有像先前司马氏 对成绩那样 嫁祸给这个廖永中 估计啊 他心中啊 这个朱安璋也是挺比拨 廖永中的为人了 为什么 廖永中虽然是我的臣下 但我还是这个 这个小明王韩林儿的臣下呢 因此到了洪武三年 那个时候朱安璋已经称帝了 他大风功臣嘛 他当时就对驻将说 廖永中这个人呢 本来可以称得上齐男子 但他却派手下 这个儒生的窥探振意 妄自揣测 害死了韩林儿 所以说呢 我对他只封侯 而不封他为公 也就说在这个时候呢 朱安璋当时就把韩林儿之死呢 就归于廖永中 就说他是自作主张 我们要知道 在明朝建国的初年 关于韩林儿之死 一直就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 我们看什么明太祖实录啊 明末记事本末啊 什么黄明本记等等书吧 竟然没有任何对于这个事件的详细记载 能够找到的记载呢 也大多是含糊其词 第一种说法呢 就是《明史韩林儿传》上面记载的 又二年林儿祖 获曰太祖命廖永中 迎林儿归婴天 至瓜布 覆州沉于江云 那直言片语当中呢 透露什么信息呢 还是挺模糊 就是说这个韩林儿是因为船翻了 然后呢 他自己死的 或者病死的 或者淹死的 第二种说法 就是说韩林儿 是自己在去婴天的这个江上啊 他直接就是船翻 他自己沉江而死的 《明史廖永传》就这样记载 至瓜布 覆锡州死 地已揪永中 也就是说呢 廖永中是私自作主 把韩林儿的船给弄翻 这个直接就把这个韩林儿淹死 综合所有的相关记载吧 韩林儿之死 无外乎有三种可能 第一呢 是他自己病死的 第二呢 是船翻之后的淹死的 第三呢 就是说廖永中直接杀掉的 但如果我们仔细推敲 这三种死焉呢 似乎都站不住脚 第一呢 韩林儿当时正直壮年 不可能突然自己就病死了 当时呢 他也没什么病 第二呢 廖永中和廖永安兄弟呢 是超乎水师出身 原来是周恩章手下的水军统领 如果没有 什么飓风啊 大浪这种特殊情况 你看韩林儿 到南京这个任务 不可能出现任何差错啊 而且肯定会保护的特好啊 派人守护着他 怎么可能淹死呢 所以呢 就不可能出现 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 忽然翻船的可能性 第三呢 韩林儿当时名义上 他还是皇帝啊 如果没有人受益 你说廖永中这个人 他自己胆儿再大 他也没有这个动机 没这个胆量 去把这韩林儿给弄死 而且呢 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推敲 如果韩林儿的死 真是因为在廖永中 丑表公自作主张 专张当时呢 会应该大张旗鼓 义正辞严 宣告这位水师首领的罪行 你看 把我们皇帝都给弄死了 对他严加惩办 但当时廖永中呢 只是遭受到 类似于口头责备的 这样的一种处理 没有给他捡缝录啊 没有给他把官降了 什么都没有 而且呢 如果朱恩章 他自己清清白白 他自己确实没有下 这个让廖永中 去杀韩林儿这个命令 那么这么重要的人物 这韩林儿的死亡 史书上呢 也会有非常清晰的 记载和记录 我们实际上可以想见 明朝的史书当中 之所以对韩林儿之死 一直是讳莫如深 救生韩林儿的死啊 他死之后 获益最多 他不是别人 就是朱恩章自己 所以呢 无论是当时和后来 这朱恩章怎么假装 责怪廖永中 那么杀害韩林儿的幕后 真正的凶手 应该就是朱恩章本人 公元1367年 元朝的治政27年 也就是朱元章 当时还称吴嘛 就吴元年 就在这一年 围着这个平江 在苏州 围着三个月都不下 当时朱恩章也不着急 他就从金陵啊 发来了最高指示 什么指示呢 将在外 君不遇 古之道也 自后君忠缓急 将军便意行之 这封信给谁呢 是给徐达的 徐达呢 接到这封书信之后 也更加感分 也是更加细心和卖命 朱元章呢 见这个张世成啊 一直在平江归缩着 确实是志在必得 但他也怕 在进攻过程当中 死人太多 他本来的意思 就是对这个平江 为之困之 让这个老张啊 最后啊 支持不住 主动出城投降 同时呢 朱元章还不断派人啊 往城内送书信 然后以这个钱流啊 窦龙啊 钱泰的一些 这个王爷们来相比 就劝这个张世成啊 自动归降 张世成这还挺缺 哎 就是不祥 一直抵抗到当年七月 张世成呢 这个时候 见到平江城中呢 这个粮食渐渐吃完了 而且他本人 又是个厚的好人 干不出啊 那种杀人为食的 这种恶事 于是呢 他就率领 他手下戳号十条龙的 这个一万多 亲军冒险突围 出城之后呢 望见程左 朱元章 西吴的军队呢 森严壁垒 心虚之下 他就转向 就向常玉春的 杨磊杀过来了 实际上这下 他就遇到了杀星了 常玉春这个人呢 有勇有谋 百战良将 马上挥兵直进 就与这东吴兵马 激烈厮杀开来 同时呢 他就指挥 他手下 擅武双刀的 猛将王毕 从另外的一路 又绕出 等于是夹击东吴兵 把张世成啊 这一万多 护卫精兵 都最后挤逼在哪呢 杀喷潭中 杀掉其中十分之三 其他的十分之七 都挤到潭中之后 淹死了 张世成本人 当时麻也惊了 自己也掉到水里了 差点就被淹死 他手下几个亲兵冒死 把他捞起来 然后呢 就扛在监狱上 然后又逃回城中 休息了十三天 缓过劲来 张世成咬牙 再次率领的手下亲兵 从蓄门突出 当时也是玩了命 困兽 张世成手下的亲军 勇锐不可当 打着正面拦击着 常玉孙的手下的精兵 都拦截不住 当时如果咬牙 张世成啊 应该就能逃出升天了 就在这个时候 关键时刻 本来要突围了 站在城头 关站的张世成的弟弟 张世信 也不知道坏了哪根筋 大呼 军事打累了 可以歇兵 他明金收兵了 战一来呢 张世成和他手下 那些精兵 亲兵就愣了 常玉春 借着这个机会 军事赴阵 掉头进击 又把这东吴兵打得大歪 从此呢 张世成的兵马 就不敢再出城了 当时啊 这个平江形势危机如此 张世成的弟弟张世信 这倒霉那丝毫不知仇 总是没事人一样 在大城楼子上 大张盛宴 把这个什么银子 金子 什么东西都摆出来 和他亲信左右呢 大银没酒 吃那些好东西 你看 风度是大将的 计策是无脑的 有一天呢 他手下人 向他进行一大水蜜桃 张世信拿这个大水蜜桃 闻了闻 这个亲了亲 当想张嘴要吃 忽然城下发锯炮 恰好就打中了张世信 这位张世信呢 脑袋当时就被击碎了 和那个大桃那桃汁呢 一起是四散飞舰 现如今呢 兵败地死 张世成呢 依旧是很顽强 他自己亲自指挥城中 兵民抵抗 因此就杀伤了不少进攻攻城 那个西吴兵马 到了当年十月 徐大还忍不住了 展开总攻 百道攻城 东吴军呢 最终的 确实是抵抗不住了 平江这个奸城 终于被攻克了 那么张世信在府邸当中 听到城破的消息 就对他老婆刘氏说 我兵败且死 你怎么办啊 刘氏呢 也是个良德的妇人 非常冷静就回答道 君勿忧 妾必不负君 说了话之后呢 他就怀抱两个幼子 都是小孩啊 在那个骑云楼下 派人把那个柴啊 那些薪火啊 都准备好了 然后呢 率领张世成那些妾 他有好多美女了 然后一起登楼 然后上吊之前呢 派人把这个城楼啊 用火点招 望着一个大火 当时已经是傍晚 日暮时分啊 我们这个大文英雄张世成呢 也是这个日暮图情了 他独自呢 待坐这个屋中凉酒 望着青龙的大火 若有所思 你想自己的老婆 妾 还有孩子 全烧死 而后呢 他就用金带啊 这个吊到梁上 准备上吊自杀 张世成这边自杀 他从前的旧将李伯生 受这个徐达的这个指挥 已经早就进入城来 到处寻找张世成 恰好这个时候啊 踹门一看 主人在半空中的登腿了 他急忙啊 拖住这个张世成的腿 把他解救下来 当时豪哭着劝 九四英雄 你还怕不保一命吗 九四张九四是张世成的小字 得知活捉了张世成 徐达呢 马上命人把这张世成 押到船上 然后等于从水落 送往金陵 在这期间呢 张世成还一直在这个船中绝食 被押到这个金陵的中书省啊 这个房间之后呢 周元璋还怕他手下的 这个谋士李擅长 对他进行劝降 当时张世成就大骂 两个人当时啊 就几乎动了手了 就在那天晚上 趁人不备 张世成呢 终于又有机会上吊自杀了 我们想象了 从前的张世成 他拥有枪兵 拥有这个富庶的地方 到处得胜之时呢 你看内怀怯懦懦 坐师良机 最后呢 成为俘虏了 哎 勃勃不屈 最后呢 是等于是上吊自杀 所以说从人品上来讲 张世成呢 也不失为大丈夫 那么对于江南人民来讲呢 张世成这个人啊 宽厚多人 赋税清廉 因此呢 就无人 江南人民对他挺怀恋的 我们如果翻开史书 尤其看到明朝人写的史书 对张世成啊 指次特别多 这个啊 实际上好多都不属实 张世成手下那些军将 虽然比较贪重 但这些人并不残暴 也没有胡乱杀人 加上江南地区本来就富庶 啊 即使是张世成手下东吴官员 非常爱钱 非常爱聚联 也不是那种挂地三尺 像元朝官员 那样的贪惨 我们想一想 在元朝末年 那蒙古暴政统治下 这个江浙地区 这个富裕地区 一直是民不聊生 最后都变成穷地方 为了让农业生产 得以这个有秩序的进行 张世成起兵之后呢 亲自颁布了农丧令 就帮助当地江浙人民的开拓荒地 然后还搞水利工程 没过几年 等于是张世成又率领他自己军队了 攻陷了平江啊 什么这些附属之地 而且呢 他以平江就苏州这个地方为根据地 建起了大洲政权 由于张世成这个人 你想他也出身底层 他当政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发布这个命令 废除元朝的各种科捐杂税 他这一举措啊 也让当时的江南底层民众啊 经济负担一下减轻了许多 而且他又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措施 江浙地区的经济 等于是起死回生 得到了的非常大程度的恢复 一看自己老家啊 现在晃过来了 所以在当时不少逃亡到外的一些难民啊 都选择回到故乡 成家里业 此外呢 张世成这个人还礼贤下士 他开办什么礼贤馆啊 就把江浙一带好多知识分子啊 都接纳到自己的队友当中 你包括袁莫明初的大儒 石奈安罗冠忠 就这俩人都曾经都是张世成 手下的这个文人谋士 干了这么多好事 这么得人心 张世成最后还失败了 这是为什么呢 江浙自国就是富庶之地 在这地上生长起来 张世成呢 实际上还是伤人头脑 他总是那种小富济安的思想 攻打下平江之后呢 他再也没有积极进取的心思 只要有两千这个礼地的这个好地板 供自己这个在这儿战友 所以说他就小富济安了 总想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要过好日子 他想过好日子 他的敌人这个朱元璋和陈友亮 肯定都是雄心勃勃的 就得不断向他的这个张世成的这个占领的周边这个地区进行进攻 由此一来呢 张世成所占领的这个地区 实际上版图越来越小了 而当那朱元璋和陈友亮 两方面打得难舍难分的时候 你死我活的时候 你想身为第三方的张世成 竟然毫无忧患之心 就是一位坐毕上官 就想收愚人之力 不幸的是呢 这朱元璋很快就把陈友亮给解决掉 解决掉陈友亮 下一个肯定就是张世成了 这个时候张世成反应过来 大事已经不妙 灭掉张世成之后呢 朱元璋就深恨无人 就江南这些当地的人民啊 一直为这个张世成所用 因此呢 他就取出大地主沈安三家的租物 把这个作为依据 对当地的人民是格外家父 到达什么地步呢 高达每亩 十粮七斗五生 而且呢 数年之间就把吴帝的中小地主 基本消灭干净了 明朝人当时有个叫贝清江的 他就记载 三无巨性 数年之中 或贫或富 或死或息 无一存者 那么江南人民呢 特别是苏州当地人 还是一直非常怀念张世成的 毕竟他从前 特别仁慈嘛 清摇伯父嘛 所以在每年燕利 七月三十号 他们就为张世成的烧香 毕竟到了明朝了 你也不能说为这个张世成烧香啊 就托名为地藏菩萨烧香 实际上他们是在烧九四香 九四香什么意思呢 张世成的小名就叫张九四 那么最后分析啊 张世成最后都成俘虏了 都落到朱元璋手中了 你看他还派李善成什么 这些人劝祥 他什么心理呢 很可能是什么 这朱元璋就是为了找感觉 你想啊 陈有亮啊 刘福通啊 等先前那些造反前辈都死了 现在终于抓住一个活的 跟他们陈有亮刘福通 能平起平坐的 如果能看见张世成 这个趴在自己脚下 叩头如早蒜 口中成尘 那绝对太爽了 不料呢 这老张也是一倔头 宁自杀 他也不哀求 听说张世成自杀死了 上吊死了 老朱当时也是怒急 派人马上把这个张世成的尸首啊 以大棍击烂 最后分尸为偶 由此呢 就可以见出 朱元璋这个人呢 确实也挺变态 明朝市井 到处摆摊 我们要知道 我们古代的封建社会 你不是在唐朝的时候 商业已经非常发达了 而且那个时候就出现了房市 但是呢 那阵房和市呢 它是分开的 唐朝呢 又有宵禁制度 因此呢 这个真正的这个市集啊 还是非常有限制 那么到了宋朝呢 就更加开放了 到后来几乎就没有宵禁了 商业繁荣呢 绝对是空前繁荣 我们看那清明上河图 就能够见到 当时那街道 店铺 商贩 当时那种经营吧 昼夜不息 而到了明朝呢 对待市场这件事情上呢 实际上分为前期和后期 明朝前期啊 比如说这个朱元璋啊 这个他那个时代 就是比较死板 比较严苛 对于老百姓这个市场啊 这样的一个商业行为啊 限制的比较严 那么到了中后期呢 明朝这个市井风气呢 打开 就非常开放 虽然说明朝 也号称有宵禁 实际上跟宋朝一样 形同虚设 当时那个百姓啊 商人啊 你侵占街道 沿街摆摊 还绝对没问题 虽然说明朝的 当时那阶级阶层 也是市农工商 但是商人啊 虽然在名义上比较低贱 但是呢 当时明朝的商业 已经是高度发达了 资本主义萌芽嘛 而且商人的这个 对明朝的贡献啊 也是不可估量 而且在明朝 海外貌又非常发展 无数的这种新旗之物啊 都进入到这个明帝国 它的内地 因此呢 在那个事项之上 在那个市井之中 到处都有新旗之父 可以售卖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传统那种理智 也在商业的冲击下呢 兵势瓦解 社会面貌也焕然一新 而且市井这个地方呢 不再是那些 低贱小民的去处 达官贵人啊 他们也去 因此呢 市井和集市 已经成为明朝这个人生活当中啊 不可或缺的部分 没一说中国史 我们明天见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 根据我们的人生经验来看 咱们中国人办事啊 一直讲着就名正言顺 就是街边古惑仔 要进行一些什么 帮派护欧这些活动 也得找出个画室人 出来说明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一架 多多少少 你得说出个正当理由来 别搞偷袭啊 什么蛮干啊 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 这都属于下作的行为 是被人看不起的 那么在这种 优良传统的制约下呢 哪怕是要造反 你肯定不能随便来 多多少少得找个借口 非常经典的就是清君策 皇帝身边有坏人 我把坏人赶走 但到了元朝 朱元璋是想连皇上 也一块赶走 那就得找别的借口 民族矛盾 就是当时最尖锐的冲突 元朝的各种压榨百姓的制度 都建立在什么呢 按民族 把人分为四等人 这个基础之上 所以说朱元璋呢 手下的文化人 就抓住了这个 最有号召力的理由 写了一篇讨原奇文 要把天下受苦的穷人百姓 汉族百姓都团结起来 反抗文朝 文章是优秀的 声量是很大的 那么实际的进攻效果如何呢 我们这一集就来好好看一看 我们上个集讲到呢 消灭了陈友亮张世成 专章啊 这个时候在江南一带 已经没有什么劲敌了 于是呢 他就在1367年底 派徐达和常遇春等人 率领大军开始北伐了 北伐开始 专章就发表了 奉天北伐 桃原习文 这篇习文呢 是出自大文豪宋连的手笔 气势磅礴 震骨硕金 所以说习文太好了 梅老师不得不 来摘录其中一些精彩部分 给大家讲一下 自古帝王淋欲天下 皆中国居内已至宜敌 宜敌居外已视中国 魏文以宜敌居中国而致天下也 自宋座清宜 原以北宜入驻中国 四海以内 网不臣服 此起人力 实乃天寿 善门这些话 就是承认元朝政权的正统性 为他自己呢 周元璋自己取代元朝 找这个理论和天意方面的依据 以时君明成良 足以刚为天下 然达人至世 尚有官吕道志之叹 自是以后 冤之臣子 不尊祖训 毁坏刚常 有如大德费壤利诱 太定以臣弑君 天力以帝振凶 至于帝收凶妻 子征妇妾 上下相袭 天不为贯 屈父子君臣夫妇掌幼之轮 夺乱甚矣 你看这些纸翅 都是按照儒家的伦理 这个纸翅 元朝上朝皇族 说他们无伦无礼无道 及其后四尘荒 师君臣之道 又加以宰相专前 献台抱怨 有私毒虐 于是人心离盼 天下兵起 使我中国之民 死者肝脑涂地 生者骨肉不相保 虽然人事所至 时乃天艳其德 而弃之时也 古云葫芦百年之运 艳之今日 信呼不命 葫芦百年运 实际上当时陆游 就一直提倡 到了元朝 果然九十多年 不到一百年就灭亡了 当然了 后来又到了清朝 他们终于打破了这一怪圈 长达二百多年 我们接着讲这篇细文 当此之时 天运循环 中原弃盛 一朝之中 当降生盛 驱除葫芦 恢复中华 立刚沉寂 救济私民 我们知道近代孙中山 驱除打鲁 恢复中华 实际上就借用 朱元璋这篇细文 原文是驱除葫芦 恢复中华 下面 朱元璋又开始夸自己了 于本怀幼不已 因天下大乱 为众所推 率师渡江 居金陵行胜之地 得长江天浅之险 仅十佑三年 西底八熟 东连沧海 南控敏月 胡乡汉眠 两怀徐批 接入半都 燕吉南方 尽为我有 民烧安 石烧足 兵烧京 空前直使 自是我中原之民 久无所主 深用究心 于功成天命 亡感自安 方欲潜兵北诸葫芦 就声名于涂炭 赴汉官之为矣 律民人未知 反为我仇 邪家北走 陷逆游深 故先预告 兵至民人务必 于号令严肃 无秋毫之犯 归我者永安于中华 备我者自窜于塞外 盖我中国之民 天必命我中国之人 以安之 以敌何德尔治哉 与孔中途 久无山兴 生民遥扰 故率群雄奋力扩清 志在竹虎裸 除暴乱 使民皆得所从 学中国之耻 而民党其体制 上述一番话 等于就高扬民族主义的大旗 专章等于以圣明天子自居 在道义方面 他就占据至高点了 专章的北伐 从精神层面看 非常占有优势 为什么呢 他以汉人为正统 以民族主义为号召 在标榜天命的同时 自称是去干嘛 驱除葫芦 因此就从道义上占据了上风 而且老朱在习文后 也留一尾巴 表示那些葫芦 那些部族 只要你规规矩矩不反抗 我一概可以加以宽大处理 成为我大明朝的顺民 实际上啊 早在元顺帝制政十九年 就公元一三五九年啊 那年秋天 听说查汉铁末儿 已经把汴梁给平了 已经定了山西了 秦隆之地 竟归元朝军队所有 那个时候 专章啊 还挺吓得 挺害怕的 吓得心惊肉跳 他就急忙派人呢 从方国珍 他的占领区那个地方 搭船出发 入海 绕道了 到了北方 侦察行事 不久呢 他在两年之后 还正式派他手下 叫汪和的 去查汉铁末儿 他的那个占领区域 明朝史书讲 派他干嘛去 去通好 实际上 当时铸彰章啊 是派人啊 携带金银珠宝 向元朝称臣的 但是呢 天不作元 最有能力中兴元朝的 查汉铁末儿 后来就被红金军的 降将 有个叫王世成的 给刺死了 怎么要讲元史的时候 会讲到 那么这股元朝的势力 就不行了 虽然说 这个大将的义子 王宝宝 就是那个 阔阔铁末儿啊 这个人非常 骁勇善战 但是呢 他没有他父亲 那种政治远略 没有那种 大的政治头脑 所以说呢 当王宝宝 在治政二十三年 就公元一三六三年 这个时候 主动派人 携带书讯 来和周恩璋 通好的时候呢 周恩璋 这时候 态度就变了 就是把他的使者 这个 拘禁起来 而且那个书信也不回了 元朝方面 自从江南乱起 一直是乱成一锅粥 我们讲元史的时候 也会知道 自从那个 波罗天摩尔和这个 阔国天摩尔 这两支元朝军队开始内讧 一直到什么李思琪啊 什么墨高 王宝宝等人 在禁地 这个山西那些地 互相屠杀 整整八年过去 元朝的正规军 和那杂牌军 一直在北方大地上 他们自己互相杀 互相打 而且杀的是天昏地弯 你死我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在江南的周恩璋 才能非常聪庸的 放开手脚 先后评灭了 陈有亮 张世成 方国珍 这个陈有定 这些人 那么除江南地区之外呢 湖南和梁广呢 实际上 也都处于周恩璋的 掌握之中 就当北方的援军 这些各个部队 互相相杀之时 在制政27年底 周恩璋就正式开始了北方 那么这位要饭花的 出身的爷们 非常有远劣 他当时并不主张 直接杀到大都去 他怎么跟他手下的将领布置呢 他这样说 原建都百年 成熟必顾 若悬尸深入 不能技破 顿于坚程之下 愧想不计 援冰四级 进不得战 退无所拒 非我立也 武欲掀取山东 撤其屏蔽 悬尸河南 断其羽翼 拔通关而守之 拒其户书 天下行事 入我掌握 然后进兵援都 则比一事孤援绝 不战可克 既克其都 走行云中九园 以及关龙 可席卷而下矣 正是在朱元璋 这种指示之下呢 明军当时是25万人 由这个徐达和常玉春率领 浩浩荡荡就杀向北方 两个多月后的制政28年呢 才是洪武元年 所以说直到1368年正月 朱元璋才正式建立大明 所以这个时候 他出发的时候呢 还应该被称为南军 果不其然 正是按照朱元璋这个指示 这个他手下的军队啊 所向皆克 因此就迅速的通向大都 眼见国家威王在即了 袁顺帝这个时候下诏 重新强调他的皇太子 他的这个威权吧 让他总天下兵马威权 而后呢 他又下了一道非常详尽的这种诏域 然后就给那些将领 还做了最后一番垂死挣扎 而非常详略的所谓的战略部署吧 命阔阔天文 阔阔天文就是王宝宝 应前河南王太府中书左丞相 统领本部军马 自中道直抵张德卫辉 太保中书右丞相野素 统帅大军经由东道水路并进 绍保陕西行省左丞相突鲁 统帅官隆驻军东出铜关 攻取和龙 太尉田章正式李思琪 统帅军马南出棋盘 金商客户变落 四道进兵 鸡脚脚脯 目分彼此 秦国公平章志愿鞍脯 田章锁筑等军 东西不列 乘鸡扫铁 太尉 辽阳左丞相野鲜不花 郡王志愿后孙等军 汉域海口 翻平基辅 皇太子爱由石里达腊 西总天下兵马 裁决术 元朝大将的王宝宝接到诏书之后 并没有遵之而行 他干嘛 他是向云中方向进发 云中就是今天山西大同 他仗下 这个时候还有不少的将领 对此表示非常狐疑 就问 丞相您率领这个兵马去秦王 应该出井心口 往真定的方向走 真定就是今天河北正定 我们应该与军马在河间的野素 河军 这样才可以阻截南军 如果我们出云中再转向大都 等于就是绕道绕了千里之遥 这怎么能行呢 帮保保一听手下的几个将领 这样问他 当时也敷衍他们 我悄悄率领军马 从紫禁关入园 是出其不意 有什么不好呢 他这样说 到他身边谋逝 孙恒一语挑明了 就跟那几个将领 朝廷现在开辅军院 步步呢 实际上是想杀怎么成像 现在市集了 又召令我们秦王 我们进军云中 正是做官成败 王宝宝手下那些将领 听这个参谋这儿说 大伙只得漠然无声了 可见呢 你看大都 元朝朝廷急得要上防了 王宝宝呢 作为元朝当时最得力的将领 竟然是做官成败 由此呢 我们可以想见 元朝的那些别的将领啊 别的那些贵族 都是个怀鬼胎 很快的明军都打到通州了 元朝的那个知书密院士 这个蒲延贴木尔 他还挺笑调汉的 出兵立战 最后呢 兵败被杀 眼看现在都城大都 难以守卫了 软顺帝呢 清宁殿 然后呢 召集他的三宫六院 那个嫔妃 包括皇太子等人 商议呢 出京北陶 这个时候 左丞相师列门啊 这些人 见劝 其中呢 还有一位 叫什么 赵薄言不花的 这应该是个 汉人起个蒙古名 这样的一个太监 当时跪在那儿 叩头哀嚎 天下者 士祖之天下 陛下当在死守 奈何弃之 臣等 愿帅君明 及驻卫士出城巨战 愿陛下固守京城 袁顺帝 这时候 已经被吓破塔了 当然不听了 但他毕竟 是读过历史的人 他张口就来 他有理有据 今日岂可 附作徽亲 袁顺帝这句话 还是意思还挺明确 朕绝对不能 像宋朝北宋的 宋徽宗宋亲宗那样 被人最后当佛罗 给抓走了 由此就可以断定 袁顺帝压根 就没有死守大都这种想法 公元1368年 阴历七月二十八号夜间 袁顺帝最后看了一眼 袁朝宫殿那正殿的大名殿 嘴里还嘟噜嘟噜 说了一句什么话 然后就率领 他的皇后 皇太子这些人 把那建德门打开 然后出军官 逃往上都方向 袁顺帝你看他打仗不果断 逃跑很坚决 这个人熟读史书 王国历史还挺有研究的 所以他深知靖康值的可怕 他绝对不想成为 第二个宋徽宗或者宋亲宗 所以当时袁顺帝 根本就没想了怎么去抵抗 怎么想什么国军死设计 他是一直在打毒 就是积极的准备怎么逃跑 一眨眼 他就成了一个会收拾家的指挥家 他先让人把太庙的那些牌位 那些先帝牌位都给打包了 方便及时带走 然后再通知三宫六院的嫔妃和那些皇子们 包括皇太子 让这些人也打包 把那行李都弄好了 随时准备逃跑 逃跑之时 他也安排好了大都当时的善后事宜 让元朝的淮王天门不花监国 然后庆彤任命他为中书左丞相 让这两个人在大都监守 二后他自己就带着一家老小跑路 他跑的那天天色阴沉 似乎等于专门为他逃跑 准备了这种天然的条件 于是袁顺帝头头摸摸带他的后宫嫔妃 还有皇太子这些人从大都逃跑了 8月3号这一天 明君就攻入大都城 元朝灭亡了 元朝宫殿的正殿 名字就叫大明殿 元顺帝离京前看这三个字 肯定跟我们后人想的一样 莫非这个大明殿 这个大明俩字 就是取代我们大元的象征吗 就是这个提前的这种称言吗 实际上如同大元一样 取字易经 大灾前缘嘛 元朝这个大明殿呢 也是出自易经啊 他那个前卦当中的那种 段词 大明始终 什么叫段词啊 段词就是易经当中啊 这个讨论卦翼的文字的 这样的词 也叫卦词 那么元顺帝逃走时 所经过那个建德门 实际上也是出自这个 前卦的段词 天行建 后载门呢 出自昆卦 昆后采物 贤宁殿呢 出自前卦 万国贤宁 等等等等吧 所以说元朝人啊 都是根据易经当中啊 这些 这些卦语 为这个宫殿和宫门起名 至于日后啊 这个大明殿和这个大明暗和 这也确实是小概率的巧合 元顺帝呢 逃跑一年多之后呢 他当时因为历绩就病死了 终年五十一岁 蒙古人啊 给他上的庙号啊 是什么 是惠宗 他之所以被我们今天 被他明朝人 被我们后来的人 成为元顺帝呢 实际上周安章日后 他建国之后 给这个元帝 加的这个嗜好 就表示这个元帝啊 知顺天命 退避而去 所以说呢 给他上这个嗜好是顺帝 元朝灭亡了 但是一直到了公元1635年 元朝的残存政权北元 才向当时的后金投降 这才正式宣告了 元朝的真正灭亡 而到了1644年 你想1635年北元灭亡 没过多少年 1644年 先前灭掉元朝的大明朝 也被灭亡了 可见呢 至死不跑的崇祯帝 一直守北京 大明朝呢 就没有啊 这个北元还这么好命了 毕竟呢 他这个明朝缺了一个会逃的皇帝 元顺帝逃走之后呢 徐达占领大都 上了一封平虎表 就给这个专案章 当时这个平虎表写的特别好 唯比元世 喜自穷荒 成宋座之告终 率群虎而崛起 以犬阳以干天际 以以敌以乱划风 稳宗姓而一轮幽礼 歹呼后四尤为不君 丹亦乐而招荒亡 昧于敬业 做技巧而四言虐 腻于娇奢 天遍景而迷藏 河流荡而清爵 兵不还宇 独步中原 镇树窥而土崩 近履推而瓦解 君臣相过而穷破 父子乃模糊顿逃 召集内殿之嫔妃 夜走北门之车马 臣与玉春党 以于八月二日 勒兵入其都城 这奏章中的臣呢 是指徐达自己 玉春呢 就是指常玉春 看看这张表奏呢 百年汉族玉节之气 确实是 一泻而出 那么元朝呢 自从在顺帝逃出大都之后 就标志着蒙古人 在中国传统地区统治的终结 日后呢 再提及这个流亡政权呢 实际上我们就只能称之为北元了 明朝呢 称之为达达或者瓦拉 当然了 当时的元朝虽然亡国 但实际上并没有灭种 明朝辽宁 山东馆 我们现在的辽宁省呢 在明朝呢 叫辽东都指挥史司 简称辽东都司 那么在明朝存在的200多年里呢 这一大块地方竟然一直是被山东掌管的 辽东都司呢 成立于明朝红武四年 也就是公元1371年 当时呢 还叫辽都位 两年之后呢 改为辽东都司 我们要知道明朝的本部地区啊 应该是在长城以南那些农耕区 明朝在当时呢 没有向东北大规模的输送人口 因此呢 就没有就类似清末那种闯关东 那种尽头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北元还没有灭亡 这样一来就产生问题 这个辽东都司呢 你看再怎么样 它是个军事化单位 其中呢 有不少居民 它的治所呢 当时设置在辽阳府 我们要知道在元朝末年 辽东地区有50万人 但是经过多年战乱 到明朝初年 就辽东地区啊 就现在辽宁省那块 这大片地区吧 只剩下10万人 这个地区人这么少 就不足以建省 但这10万人呢 也是能产生不少民生问题 那这些民生问题 归水管呢 当时朱元璋就想到 一个高明的解决办法 让谁管 让山东管 山东啊 当时人口啊 约有670多万 如此一来呢 让他们代管辽东的民政 肯定不成问题 明朝时期呢 东北地区和内地的联系啊 在陆路方面 肯定要依靠山海关 那海陆方面呢 则是以渤海为天然桥梁 明代东北与内地的 这种陆路交通呢 当时往来是非常困难的 一来呢 因为当时的辽西地区 道经古则 泥措难行 朝一下雨 路上都跟沼泽地似的 特别难走 二来呢 辽东三面祖夷 如雾坠囊中 出入无路 当时呢 根据记载啊 只有旅顺一带 似天造地设 因为辽东之门户 你看 辽东半岛 与山东半岛之间 从金州 吕顺口 到登州 新河水关 这个两地就是相距呢 仅仅五百五十里 这样的水城 中间呢 还有好多岛屿 作为衔接 由此呢 就使得这个辽宁啊 和山东的往来啊 就是非常方便 一般情况下 这两地之间 如果坐船 一日可治 由此呢 辽东都市的民政司法 等于都归当时的 这个民政府的山东管了 所以当时啊 你辽东那个地方 要办什么事 你这个跨海乘船 去山都那个济南府啊 你总比啊 去这个 走山海关要强 为什么呢 山海关那个附近 有那个北原的军队 蒙古军队在那接盗 经常是杀人截获 没一说中国史 我们下集接着讲 公元1367年年底呢 周安璋缓称王 那规划也到头了 在当时 他就宣布来北伐桃源 1368年的正月初四呢 他就在南京称帝了 定国号为大明 年号冯武 绝对是没上市就敲钟了 不过当时南方啊 确实在周安璋的控制之下 长江领域 他已经荡平了所有对手 习文也发表了 总得整个像的姿态去北伐 那么洪武元年的八月呢 元顺帝就跑路了 元朝终结了 你想北伐十个月成功了 明朝啊 对元朝这个消灭 绝对是摧枯拉朽 纵横亚欧大陆的蒙古人 我们要知道 曾经让欧洲人奔风丧谈 但是蒙古人呢 统治中原不到一百年 这个末尾的二十年呢 已经是满地农民旗 遍地硝烟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当时元朝啊 把老百姓逼得确实活不下去了 造反被杀头 好过呢 被蒙元贵族的马蹄踩死 民怨为何如此巨大呢 元朝又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呢 我们这一集就好好说一说 元顺帝从这个大都出逃之后啊 一路惶惶然 如丧家之犬 用了近二十多天功务吧 就逃到了上都 但这个时候元朝的上都宫殿啊 包括那府衙什么的 先前啊 被一部红金军啊 都已经是劫掠焚毁了 根本就不像一个都城 搞出了残垣断壁 四处都是瓦砾 见此情景呢 元顺帝一行 这个人心都凉了大半了 本来他们想啊 接着在远窜河林 就逃到河林那里边去 但不久又听说明军啊 根本就没有大部队啊 跟着他们来追 这些人呢 才敢喘下一口气 元朝这个时候虽然丢掉了大都 但当时元朝的残余势力啊 说句实话啊 就让那个元顺帝啊 觉得自己还有可能 重回大都 接着当王帝 因为什么呢 辽阳那里边有兵十万 云南呢 依旧在蒙古宗王的掌握之下 王宝宝呢 又有大军三十万 在山西一带 李思琪张思道 他们各有数万兵马的 在陕西 加上各地杂七杂八的 那些零行武装 包括那些集民自保的 所谓异军吧 全部元朝的军队人数加起来 还有几十万呢 可惜的是呢 由于从前元朝朝廷啊 当众斩杀了宗氏王 那个杨宅王 因此呢 元顺帝呢 对于西北那地方呢 他那些皇家亲戚们 就不敢抱幻想了 他目前最大的心愿 就是夺回元朝政治经济的 一个象征地 大都 实际上啊 他现在心急火燎的想大都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他跑得太快了 如果他当时在大都 明军还真是一时半时攻克不了 这样一个坚厚的都城 专章呢 非常懂得谋略 他深知啊 在山西的那个王宝宝内部援军不出啊 元朝依旧死灰复燃的这种啊 这个可能性 于是呢 他就命令徐达 常与春岛人即刻率领军马去山西 同时呢 他又增派汤河 这些人呢 就是也是率领兵马的 前去援助 明军这一路进攻啊 基本还是挺顺利的 接连攻下了什么泽州啊 鹿州啊 这个准备合围云中 泽州就是进城 鹿州就长治 云中呢 就是今天太远 王宝宝当时呢 正在元顺帝的死摧之下 率领军队正往大都方向赶 听说明军 这阵儿 攻云中 叫他老窝啊 他马上回军 走到半路 明军已经把太远给拿下了 明军援军双方对来 王宝宝就挑选了数万精兵 准备拼死一战 没料想呢 明军暗中策盘了王宝宝的部将 叫何比马的 何比马肯定是将领的绰号 连夜结营 援军当时就崩溃了 溃瘾了 惊瘾了 惊慌当中 王宝宝当时也不知就理 跳上一匹马就跑 狼狈到什么地步了 他脚上只穿了一只靴子 由此呢 数万元朝的这个旌旗 王宝宝带走的仅有多少呢 十八旗 剩下的不是被杀 就是只能向明军投降 王宝宝呢 跑了之后先跑到大同 到那里也是惊魂未定 然后呢 又跑往那个甘肃的那个地方 由此呢 山西一带 现在都是成了 明朝军队的地方了 而后呢 明军又是一鼓作气 稍事休息之后 又开始开拔 准备干嘛呢 准备把陕西收复 这个时候呢 元顺帝是特别想念大都 他就命他的右丞相野苏 率领数万骑兵啊 经通州 这个向大都进攻 当时通州是由谁守呢 说明朝一个这个将领 叫曹良辰的 当时他手下啊 这个兵员才不满千人 没办法 指的是移兵计 就在白天夜啊 轮流不断 让那些兵士啊 让那个城内的军民啊 然后摇旗呐喊 击鼓不绝 不停地在那转 明军的统帅野苏呢 不明就理 以为明军在这个地 有确实人多 他竟然是什么呢 皇害逃走 你想他好几万的人嘛 面对不到一千人 他跑了 这个呢 也就失去了元朝元军 进攻大都的最后 和最好的机会 专张得知元顺帝 想要夺回大都 赶忙派遣大将常玉春 率领他所部人马 从凤翔吉兴军 持援大都 当然了 这个时候 大都啊 被明朝已经改为北平了 毕竟呢 现在是优势兵力 明军是数战皆胜 接连攻克了惠州 惠州就是今天辽宁的平选 大宁州 就是今天辽宁的朝阳 结果呢 偷鸡不成十八米 你看 大都连眼都没看见 现在元顺帝 连上都都保不住了 只能逃往英昌 英昌呢 在今天内蒙古的 科什科登奇 昌玉春的率领的军马呢 那非常能打 一举啊 就把这个元朝的上都 也给攻克了 在当地啊 斩首数万 最后还把这个 一万多这个元军啊 都给招降了 也要什么资重啊 牲畜啊 什么粮草 又得到无数 陕西方面呢 徐达这一步军马啊 直下凤原 凤原就是今天西安 当时元将张思道呢 未战计逃 连打都不打他跑了 元朝另外一个大将李思奇 手中有十万大军 这个时候也不敢做向二的抵抗 马上呢 往这个西奔 奔到哪儿 奔到临陶 徐达这个时候呢 主意挺大 他手下的那些将领啊 都劝他干这干他不 他坚持己见 认定呢 要先拿关中 这个元朝将的当中 最硬的李思奇开刀 直下拢州 拢州就是今天陕西的拢县 秦州就是今天甘肃天水 拱昌就是今天甘肃拢西 然后什么兰州 所有这些奸程 都被明军陆续攻下 毕竟啊 事先做过不少思想工作 元朝的这个方面大将李思奇呢 没办法 指的向明军投降 附军的援军残部呢 也都望风迎降 元朝另外一个大将张思道 从这个凤原 从去现在的西安逃跑之后呢 他向宁夏方向逃 然后呢 刘特弟弟张良辰 还有姚辉这些将领 守庆阳 到了宁夏之后呢 这个时候张思道走投无路 指的呢 向那个王宝宝报到 王宝宝看到这个张思道 这个气张口大骂 从前你这王八蛋 与我争关中 你那勇气哪里去啊 你跟明军打呀 你怎么跑到我这来了 马上把这张思道关入囚牢 关了起来 庆阳方面呢 张思道的弟弟张良辰啊 向明军乍降 明军不宜有他 结果一进去 被张良辰杀了不少 徐达得知这个消息大怒 指挥四路大军猛攻庆阳 元朝呢 这个时候听到消息之后 派出数道兵马前去增援庆阳 结果呢 都被围城的明军啊 把这个 就来源的这个援军啊 打得溃桃而去 坚守树日 庆阳呢 城中粮食已经吃完了 守将之一的姚辉呢 暗中又向明军投降了 张思道的弟弟张良辰 看到情况不妙 想跳井 结果没死成 被明军啊 从那个井里捞出来之后啊 就是碎寡于啊 这个军营之前 王宝宝得知 啊 庆阳已经实现 于是呢 他就集合他手下的兵马 猛攻兰州 攻了好多天 但兰州成奸 就是攻不下 愤懑之余呢 王宝宝就是率领 这个援军啊 在兰州附近啊 打杀大理一番 援军王宝宝 他们这伙人 正在兰州附近泄愤了 但出乎他意料 是明朝大将 徐达来的真快 在定袭车到狱 就和王宝宝啊 开始狭路相防了 就等于是 援军和明军又碰上 当时呢 援军和明军 这两军当中呢 间隔一条深沟 因此他们各自 在这个沟的两边呢 就是用那个树啊 做这个军杀 做这个鹿角 哎呀呢 做持久相斗的 这样的打算 明军当时 良多兵壮 确实人家有持久战的本钱 王宝宝这个援军啊 你想本来 打着就小 就害怕 又没凉 得先自慌了心神 徐达呢 又使心理战 命令明军 昼夜不停 发动假攻击 使援军这些人 片刻不得休息 一直闹腾两天 明军忽然 哎 闭赢 假装休整了 这时候精疲力尽的援军 感觉谢天谢地 终于有机会 哎 能吃一块军粮了 能歇一觉了 输不料 到了大半夜 明军忽然全军 发动攻击 当时又累又发的援军 是根本打不过 近十万将族啊 都被明军生情活捉了 王宝宝的 锦锦和他的妻儿 树人北走黄河 这几个人怎么跑的呢 抱持几根流木 河上飘了大木头 才有命渡过黄河 然后他们就奔逃到河林 这次大败呢 王宝宝不仅他本人狼狈到家 得基本上也把北原 最大一份家底也掰光了 元朝的英昌方面呢 城池还是比较完整 但是依旧面临老问题 粮草不足 难以聚守 王宝宝等人就一直上书 就劝着元顺帝 让他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去到那河林那个地方去 那个地方也是 这个蒙古的一个老巢了 但这半老头子呢 就一直想回大都 就希望元军呢 能创造奇迹 结果呢 奇迹没看到 他立即却先到了 早已被大喜乐啊 什么好色逃空了身子的元顺帝 当时就贪嘴 多吃了一些不干净牛羊肉 忽然换上利己了 你想当时缺医少药 加上这哥们一直在逃 抵抗力又弱 五十一岁的元顺帝 就活活拉死了 这个大元最后一位帝王呢 死的是非常不堪 元顺帝死了 作为皇太 死的这个爱有十里大辣吧 你看这名字 最后还挺长 这回呢 终于可以做皇帝了 他改元宣光 宣光呢 是取自杜甫的北征诗 周汉获再兴 宣光果明哲 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他自己啊 能够忠兴大元 这位太子爷啊 实际上是又好佛法 又喜欢这个搞腐化 搞那些大喜乐 但他本人的汉文化功底 特别深厚 他不仅能写 一笔非常潇洒 囚禁的宋徽宗的 就是那种寿金体 而且呢 他还会用汉文作诗 而且他的诗啊 当然现在基本上都看不见了 只有在这个袁末明初 那个文人写的一本书 《草木子》当中存有一首 叫《心悦诗》 昨夜阎陵诗吊沟 何人一上碧云头 虽然未得团延相 也有清光遍九州 这首诗呢 说句实话 做的还清新可喜的 但是确实没有帝王那种气概在其中 当然了 这首诗呢 也被有些人误记为 是周安璋的孙子 那建文帝朱允文 他所写的 元朝这位皇太子 帝位还没做热乎 周安璋 他外甥李文忠 已经率领大军杀盗了 本来呢 他是大将常玉春的副手 常大将军呢 在功课上都之后呢 忽然得报病死了 所以这位小李呢 就成为这支明朝大军的总指挥了 听说元顺帝已经死了 皇太子呢又在英昌 于是呢 求功心切李文忠 马上向这座城池发动进攻 结果就不用说了 明君士圣 一下就把这个城池啊 给攻陷了 而且呢 升秦元君数万 活捉了北渊皇帝 艾尔什李达拉 他的皇后 嫔妃 宫女 包括他的儿子 买迪李巴拉 那是小孩了 还算命好 北渊的这位新帝 他自己跑了 等于是又逃过一次大难 他逃哪儿去了 逃往河林 明朝洪武五年 专张呢 又怕北渊死灰复燃 就派徐达 李文忠等人呢 率领大军四出 统十万精兵强将 就准备彻底消灭王宝宝 还有埃尤十里达拉 明君这次出战 出战大胜 但是呢 近至领北地区 就遭遇到了王宝宝军队的埋伏 大败一场死了几万人 但明朝他自己说死了一万多 转年呢 王宝宝要率领军队进攻燕门 然后这个周元璋就下令啊 这些手下将领一定要严备 但当时啊 周元璋的注意力 主要激光在中原地区 所以说这次明兵啊 就很少啊 这个主动的到这个边地去进攻 元朝的残兵 早在这次出征之前呢 明太祖周安璋啊 还挺欣赏王宝宝的 就七次派遣使者 去王宝宝金营 前史通好 王宝宝对此呢 没有任何回应 最后呢 周安璋就派出王宝宝 他父亲的好友 就元朝乡将李慈奇出赛 详以言语呢 来打动王宝宝归降明朝 王宝宝见到这位先前和自己 关中大战的老叔呢 挺客气 从前打过仗 但是确实是他父亲的老朋友 要请对方吃饭 要请对方喝酒 就是不谈啊 归降之事 待了好多天之后呢 王宝宝就派人李送 这位李老叔出镜了 来到赛下 王宝宝派出送行的那些铁甲骑士啊 临别之时 忽然就对李慈奇说 我们主帅有命 请您留下一物当作纪念 李慈奇一听还挺奇怪 我大老远来 没有带众礼啊 骑士就说了 希望您留下一臂 以为离别之礼 望着周围这些面色严肃的铁甲部队 数百人 对自己虎视眈眈 李慈奇呢 自知不眠 只得抽刀 切切自己一条胳膊 交给这些铁甲骑士 伤口呢 虽然挺齐整的 他身边有从人救护 喀啪啦把灯带给他系上了 但是难免流血过多 所以呢 这位李慈奇回到这个明君之后呢 不久就病死了 在这个新潮大明呢 他也没想过几天福 你甭看这王宝宝这样的形式 专章对他呢 更加佩服 还油然生起敬意 有一天啊 他和他手下降临了 这个喝酒 他就问 天下齐男子谁也 大伙儿互相看了看都回答 你看长玉春 他所将不过万人 带着不过万人的兵马 横行天下无敌手 应该是齐男子 专章摇头一笑 长玉春虽然是人杰 我能得耳沉知 天下齐男子 非王宝我莫属 元朝呢 这个政治形势 经过如此大起大落 王宝宝在河林呢 和从前的皇太子 就现在这个北渊的皇帝 两个人关系还挺和睦的 那么到了洪武六年 又捅军 杀回到长城边上 但王宝宝的老对手 徐达正在那等他呢 所以被徐达厚个正着 再怀柔一带 又把援军打得大白耳去 那么到了洪武八年 正值壮年的王宝宝 估计也是郁闷 也是劳累 就得病而死了 他的老婆这个毛氏呢 也上吊自杀 来这个等于是自杀巡夫了吧 又过了几年 就是洪武十一年 爱由十里达腊 就是北渊那个皇帝 也病死了 残元的大臣呢 给他上士号 士号为昭宗 元朝这些大臣呢 过后就拥立了他的弟弟 这个托古斯天木儿 为皇帝 当然有的史书说这个托古斯天木儿 是他的弟弟 有的又说是他儿子 因为那个时候元朝历史已经记载非常混乱了 十年之后呢 这位爷又在普悦尔海在那晃悠 所谓的普悦尔海在哪呢 有的是说呢 在贝尔湖 有的又说呢 是距热河不远的达尔坡 在普悦尔海 明朝大将蓝玉就知道这个消息了 率领十万明军前去攻击 明军啊 当时就杀掉元军数千 升勤近八万人 最终呢 就跑了这个托古斯天木儿本人 我们都可以想见 这个时候的北渊皇帝 再也没有从前那种 赫赫声明和尊严了 在这个逃往河林的路上呢 这个所谓的皇帝 又被他的叛臣 耶稣蝶尔给勒死了 我想啊 百年之前 蒙古军队绝对如同火山中 喷涌出那个炽热岩浆一样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 他们的弓棍向前 你看这些骑着蒙古矮马 身上呢 除了那张 就是比他们身子还要高的那个弓 非常大以外 武器也都是非常简单而实用 当时他们的头脑 虽然依旧处于那种蒙昧时代 那是原始的冲动 你看那些蒙古武士 以极少的人数 就反省我们人类历史上 史无前例的征服 无数种文明 都像漂亮的琉璃和瓷器一样 粉碎在 蒙古人的狼牙棒下 而当时欧洲那些仲凯骑士呢 有命的逃回城市呢 便向主教和国王夸大其次渲染 蒙古这些黄色面孔 海洋般 拥挤而来的一种恐惧 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黄祸 这个西方历史名词产生的由来 实际上呢 当时这些骑着高托大马 身穿这个钢铁甲的打个儿 无非呢 是以敌人的中都 来掩饰他们自己战败的无能 而西晋的蒙古军队呢 实际上虽然杀人无数 毁城无数 击败有建制的这个 欧洲军队无数 但实际上他们大的战役 真正使用的 从没有超过12万人以上 这样的兵力 这么能打 这么能战 这些蒙古勇士 谁能想到呢 这些昔日光荣的蒙古武士 他们的后代 仅仅过了不到100年 已经退化的如此严重 和从前相比 你看他们的战马 变得比从前更加高大了 身体更肥硕了 打仗的行道复杂了数倍 但是呢 依然被汉人军队 摧枯拉朽一般 一击再击 一退再退 终于又回溯到 这个青草漫天 他们的大草原了 实际上呢 蒙古战士的体魄 并没有因为百年岁月 变得虚弱 唯一改变的是什么呢 就是从前他们那种奋不顾身 勇往直前的 那种勃勃的勇气 明朝百姓穿什么 明朝的服饰啊 肯定是属于汉服体系 那么朱元璋在推翻了元代蒙古人统治之后呢 就恢复了汉族的传统 当时的明太祖就根据汉族的传统呢 上乘周汉 下曲唐宋 就重新制定了服饰制度 实际上呢 当时这个汉服当中 各阶层的这个长服形制啊 大体是相同的 区分贵贱呢 主要在于布料啊 花纹啊 颜色等等 形制啊 基本都差不多 那么明朝平民老百姓这个服饰呢 意大利就穿叫是利马窦啊 他写过有一本书叫中国扎记 当时啊 就详细描述了 当时明朝男女穿的那些东西 利马窦呢 在这本书中就这样说 就明朝的男女啊 都穿脱到脚面的外衣 男人的袍子呢 在胸前交叠起来 用扣子呢 把里折固定在左臂下面 外折呢 则固定在右臂下面 女人呢 是把袍子在前面扣住 普通平民呢 穿黑袍 穷人呢 一般穿白布袍 为什么呢 白色最便宜 也不用染色 那么根据明代的 万历新肠县制记载呢 小民俭色 唯粗布白衣而已 至无丧 亦服笑衣帽 迎向满街 既帽铺 亦为至白金帽 绝不见有青色者 人皆买之 原因呢 为其价廉而便宜 因此这个史料呢 就是对立马斗 他那个所作的 那中国扎记的佐证 根据立马斗的这个书呢 就可以想见明代男女啊 穿着那种脱到脚面的外衣呢 也就是说明代的这种 叫直身 或者是穿为直舵 就类似于那种道袍 就这样的衣袍呢 明代是无论男女老少都穿 至于中等人家的女性呢 通常就穿那种宽袖衫 肩上围着个云间长裙 外面呢 穿了一种无袖无领的那种对筋 两侧呢 开叉 就是那种马甲 一般人家的妇女呢 只穿上衣下裙 我们如果看明代那个绘画的画谱 就看到当时的劳动人民呢 都穿短衣 而那些男子呢 劳动人民都赤老上衫 或者呢 只穿着一种窄袖的短衫 下面呢一般穿着长裤 或者朵裤 实际上明朝初期 一般平民老百姓的服装颜色 主要是青紫蓝白 这几种颜色 因为当时啊 你想这个大明朝刚建 刚刚经历过战争 刚刚统一 百废待兴 百姓的经受战乱 这个时候基本上都不富裕 因此呢 当时的人呢 往往选择最便宜的服饰 所以说这个衣服 你可穿个大白袍子不然傻儿 即使像大孝宝子也没事儿 为什么呢 便宜啊 没说中国识 我们下集见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